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法国访问 抗议团体如影随形 以色列指控半导电视台是哈马斯传声筒 直接下令关闭 这一只红猫猩猩特别厉害 自己嚼药草敷伤口全球首剑 新闻全球化带您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立法院今天由两名立委 成为媒体报导焦点 首先是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明 在审查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脱口扯到花莲大地震 被各界痛批失言 虽然他后来为引发误解而道歉 但是仍然没有平息风波 要硬干的时候 但是老天爷有人 发生大地震 我会说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人 5月6号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 续审国会改革 那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明 这段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 引起大家误解 以及不舒服 本人在这里 正宗地表示道歉 因为那天没有开 后面我们有机会再好好开工厅会 整个国会改革 本党一路强压 不同意就给没收 就给散毁掉 这是台湾的民主 柯建明下午回应 花莲地震是国人伤痛 当时这样说是因为国会改革法案一直被国民党打压没收 而现在可以延后处理有好好开工厅会审查的机会 却发言不够精确造成误解 郑重致歉 不过这种说法依然引发国民党团不满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你看看你的国会党团 你看看你的立法院 你看看你的民进党立委 不断地破坏国会的和解以外 现在竟然把我们的国民 我们的灾民 人民的血泪 去啃这种人肉馒头 国民党团总赵傅柯琦 透明民进党 海电民准总统赖清德 问他要不要致歉 而民进党是否还要再反对重建条例 消息传回花莲 县附和在地业者都表达了失望 谴责 不应该拿灾害这件事情作为来开玩笑 或者是借任何理由的一个说法 邀请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都带着他们服务出的员工 来花莲办员工旅游 希望柯总遭用这样的方式来赔罪 民进党花莲县议员胡仁顺眼 PO文回应 尽管柯建民的发言 是希望国民党逐条审查重要议案 虽然是利益良善 但地震对于花莲的影响 既痛苦又长远 发言一定要小心 才不会让中央 全力支持震灾的补助美意 因为失言而被曲解 记者曹燕君歇启文 温家凯台北花莲报道 另外一起争议事件是国民党立委 许巧新爆料宣称外交部援助 乌克兰的金流疑似有问题 他还公布了一份外交部跟捷克 相关单位签订的合约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表示 许巧新公开机密文件 已经违反法律规定 这两天就会到地检署控告他 台湾激进党一早赴北检 告发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涉嫌公务员泄密等罪 因为日前徐巧新公布一份 外交部与捷克卫生科技院CHTI 所签订一千万美元的援助 乌克兰合约 指引外交部没有说明如何招标 该会主持人与捷克政商关系密切 恐让台湾原污款项 间接介入捷克内政 徐巧新质疑该计划 其中三百到四百万要采购台湾 是公开周标还是限制性周标 应该说清楚讲明白 并认为政府签订MOU10 并未对外说明还列为密件 要到民国一百二十二年年底 才能解密 外交部发出六点声明 澄清密约是无稽之谈 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 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 进一步合作 就会遭到阻挠 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 备忘录文件的主因 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 送立法院备查 立法委员均可调阅 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 外交部目前不排除 是对岸认知作战行为 新政院长陈敬仁也批评 薛巧新身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委 相当清楚可以调阅资料 却公开密件 捏造不实消息 无异于推动外交 接下来为您报道 以色列政府五号下令 关闭半岛电视台 在境内的营运 并且派警察闯进半岛办公室 没收相关设备 指控这家电视台 是哈马斯的传声筒 半岛总部严厉谴责 以色列政府的大动作 是一种打压新闻自由的犯罪行为 在以色列纳坦亚胡政府 夏达查经命令之后 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播放频道 五号完全断讯 一幕显示以希伯来文发布的停播讯息 另一方面半岛设在耶路撒冷 大使饭店的办公室 大门被贴上以色列通讯部长 卡尔西签署的禁令 内容包括关闭半岛 在以色列的办公室 没收广播设备 切断有线电视与卫星公司 对该频道的播放并且封锁网站 波安国家卡达出资设立的半岛电视台 总部透过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的作为 是一种犯罪行为 趁英国打压新闻自由的作为 违反了国际法规 将寻求一切可用的法律管道 维护其自身权益 保护记者 以及维护大众之的权利 在以国境内的新闻报道 将持续下去不会中断 以色列查禁半岛电视台的做法 因引来多个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的批评 以色列的民权协会向最高法院提醒诉求 要求发布临时命令 推翻这项禁令 加萨战争爆发七个多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一百位记者殉职 其中九十六人都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三号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智利首都圣地雅各举办的 第三十一届世界新闻自由大会 就将今年的新闻自由奖 颁给所有报道加萨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 表彰他们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环境时 表现出的勇气 公式新闻王霍文编译 另外在美国大学校园 抗议加萨战争的浪潮 让各校的毕业典礼也受到波及 上个周末包裹了密西根大学 和麻州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 都被示威民众闯入 而随着各地学潮一直无法平息 现在有越来越多学校 要求警方进入校园协助清场 学生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 穿越毕业典礼的会场 现场响起掌声 也夹杂着虚声 位于麻州的东北大学毕业典礼 台下部分与会学生挥舞各国国旗 致此的学生代表也不忘呼吁加萨 应该尽快停货 尤哥伦比亚大学 引爆的加萨抗议学潮持续了两周 至今仍在全美各大学蔓延 警方逮捕人数超过两千人 全美最大的天主教大学 位于芝加哥的帝博大学 停尾巴的两方阵营 隔着大批警力相互的叫嚣 一度爆发冲突 学者指出大学反战示威活动 有其正当性 但要厘清抗议的对象是谁 更要防堵极右派以及反犹太主义者 借此作乱 由于进入大学毕业季 越来越多大学借助紧力 清除抗议成员的阵地 舆论呼吁大学应该维护 言论自由 避免激化学潮 随着众议院高票通过反犹议事法 批判以色列政府和政策 都可能列入属于反犹的言论 大学恐怕面临遭到切断补助的命运 不但校方难为 也显示抗议情况短期之内难以平息 公司新闻章属分编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睽違五年的欧洲之旅 目前已经抵达法国 外界解读他出访的目的 是为了要缓解中欧贸易的紧张关系 但是他在巴黎的行程 遭到了维吾尔和藏族人士 如影随形的抗议 专机抵达法国巴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下机 就受到法国总理的热情欢迎 疑似甚大 从央视公布的画面 也有中国桥舍沿路街机的阵容 五星旗海飘洋 舞龙舞师表演也没有少 不过我驻发代表吴志忠 也在社群分享 巴黎街上的照片相对冷清 强调是反中情绪的蔓延 对于习近平访发 旅外的藏族和威吾尔族人士 抗议如影随形 共和广场上挤满了抗议人潮 透过集会演唱等的方式 鼓舞支持者 持续反抗中国独裁政权 还有人手持反习近平标语 表达不满 更有示威的藏族学生 爬到凯旋门旁的杆子 举步调抗议 有藏族人士在习近平车队 行经的天桥上 高举步调 写着自由西藏 独裁者习近平 你的时间到了的字眼 要求中国停止侵犯人权 一系列的抗议行动 更有两名藏族人士 遭到警方拘留 这次出访是习近平 睽違五年后再度访问欧洲 对象包括建交六十年的法国 还有匈牙利 以及被欧盟成员塞尔维亚 由于他出访前 发生欧盟突袭调查 中资企业的事件 欧洲也出现抗拒 进口中国商品等的情况 习近平这次访欧 也被解读是 为了缓解中欧贸易的紧张关系 并且找寻机会 松动欧洲和美国的紧密关系 继续来到英国 首相苏纳克这几天心情低落 因为上星期英格兰 一百七十个地方议会的改选结果 执政的保守党 遭遇四十年以来最大挫败 一口气丢掉了四百七十几席 十一个市长席次 也只拿下一个 真的可以用惨遭滑铁炉来形容 而接下来的国会大选 保守党也普遍被各界看衰 英国英格兰地区 二号举行地方议会和市长改选 执政的保守党大败 在十个地方议会 失去执政权 丢失超过四百七十席 总席次甚至被第三大党 自由民主党超越 而保守党主要对手工党 除了新增加一百八十六席 使得总席次为保守党的两倍 更在十一个市长改选中 夺下十个地区 包括大伦敦地区 这次地方选举被视为 接下来的国会大选前哨战 目前英国多数针对 国会大选的民调都显示 保守党的支持度落后 工党约二十个百分点 但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除了零星几位议员公开 反对首相苏纳克 目前保守党党内 并没有明显的撤换 领导人声音 专家则分析 尽管保守党守住 指标性选区 第四河谷的市长职位 暂时挡下内部 对苏纳克的逼宫 该地区获胜 靠的却是候选人 个人魅力 对全国大选帮助不大 此外工党级伦敦市长沙迪克汉 则赢得第三个任期创下记录 现年五十三岁的沙迪克汉 是西方国家首都第一位穆斯林市长 他在二零一六年首次当选 这次选举已超过二十七点六万票 力压保守党对手 更比上次多拿下两个保守党选区 为工党在接下来的国会大选 巩固声势 公司新闻两个编译 印尼一座火山在过去半个月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它是位在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昂火山 从四月十七号开始持续喷发 周边地区都被熔岩和火山挥给笼罩 当局已经把警戒上调到最高层级 而岛上的居民几天前就紧急撤离 他们本来以为只是暂时性的 不过专家现在担心 如果再出现大喷发 导致这个火山崩塌 恐怕会引发海啸 出现更大规模的灾情 因此印尼政府就决定 把这个岛上的九千八百人永久撤离 目前安排他们落脚 在距离两百公里外的检疫住房 鲁昂岛也从此变成一个无人岛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北端的鲁昂火山 近几个礼拜连续剧烈活动 四月三十号再次大规模 喷发吐出大量熔岩 灰黑色的火山喷发柱 高达两公里 当局将警戒状态升到最高等级 警告火山山体若是崩塌入海 可能引发海啸 一度关闭一百公里外 首辅万亚老的国际机场 并且决定永久撤离 盧阳岛以及对面塔古兰 党岛近万居民 准备在新地点兴建永久屋 重新安置 但是灾民仓促逃离 许多宠物被遗弃在岛上 在四主要求下 动保团体志工近日冒险搭船 多次回到撤离区喂食 设法把宠物们带到临时庇护所 受益评估诊治 打过疫苗后 将他们撤退到安全的地区 四号的任务中志工找回了两只狗 一只猫和一只鸟 这些天已经陆续营救出十多只动物 还有一些逃脱后太惊恐的宠物 暂时救不出来 有些四主在媒体看到讯息 才知道宠物还活着 相当感激 由于东南亚某些地区 有非法吃猫狗的传统 志工团体说 治疗与救助行动都是免费的 唯一条件就是不能把这些动物杀来吃 公事新闻是贵重林 现在就请批帅来为新闻猜猜看出个题目吧 好的 今天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东南亚国家印尼人口最多的岛屿 是下列什么地方 一苏拉威西 二苏门达腊 三爪哇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个呢 刚才我们看到印尼的北苏拉威西省 有火山喷发 不过在南苏拉威西 却是豪雨成灾 至少已经有十五人不幸罹难 而最严重的洪水灾情是在巴西 南大河州最近的暴雨 在山区引发土石流 还有一座水坝崩塌 导致大片地区陷入一片汪洋 已经传出将近八十人不幸丧命 还有上百人失踪 这是当地八十多年以来 最严重的水患 从空中俯瞰 黄澄澄的泥水淹没道路仿射 只剩部分拱起的桥梁依稀可见 受困民众急得在屋顶挥舞衣物球员 巴西南大河州最近几天暴雨成灾 更在部分山区引发土石流 还有一处水利发电厂的水坝崩塌 导致全境有三分之二的城镇受到影响 首府阿雷格里港也陷入一片汪洋 救难人员开着小艇忙着抢救受困民众 还有志工与四轮传动车帮忙接应 这起洪灾至少造成八点八万人无家可归 堪称当地自一九四一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总统鲁拉特地带着内阁官员搭乘直升机 从空中视察 鲁拉承诺将协助灾民重建道路与防射 但也警告必须考量气候变迁的潜在威胁 呼吁民众选择安全地带齐身 尽头转到印尼 南苏拉威西省周末同样降下暴雨 境内的鲁乌县成了水乡泽国 救难人员在水流湍急的淹水区域 以绳索和小艇协助受困民众撤离 这波暴雨在当地引发山崩土石流 官方估计有四十二洞民宅被洪水冲走 上百栋房屋毁损 至少夺走十五条人命 印尼目前正值雨季 惊人的雨量往往带来致命性的灾情 专家认为气候变迁让极端天候的出现更加频繁 公事新闻曾惠民别译 治安形象不佳的墨西哥 最近又发生一起害人的行刑式枪杀 有一对澳洲兄弟和一个美国人 日前到当地冲浪露营 却离奇失踪 过了一个星期 才被发现沉湿在一座树井 他们疑似因为皮卡车被偷 跟嫌犯发生冲突 结果惨遭杀害 拉起刑案封锁线 军警在附近持续搜证 墨西哥最北边的夏加州 惊传一起枪击命案 三名死者身份分别是一对澳洲兄弟 和一名美国人 家属已经抵达墨西哥 准备进行认识 揭察官表示 三名被害者的遗体 在悬崖旁边的树井里 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烂 他们相约来到这里 一处冲浪 胜地冲浪与露营 却离奇虚踪一周 家属因此上网邪巡 检察官还指出 被害者疑似发现皮卡被偷 和嫌犯发生冲突 试图抵抗时 被从头部行刑式枪杀 不少当地民众聚集示威 手持标语 写着他们只是想冲浪 和澳大利亚我们与你同在 下加州是墨西哥暴力犯罪 最严重的州之一 虽然恩森纳达地区被认为相对安全 也吸引许多冲浪者慕名而来 墨西哥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三人 并从嫌犯身上搜出冰毒等非法药物 和其中一名死者的首姬 全案仍在调查中 公司新闻这位任编译 和人类基因相近的一些灵长类动物 会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多得多 研究人员发现在印尼国家公园里面 一头红毛猩猩本来脸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 但是他把药草植物放在嘴里 嚼一嚼敷在脸上连续做了几次 伤口竟然在两个月之内痊愈 这是全球第一次发现 野生动物会用药草自我疗伤的案例 这只名叫拉库斯的野生雄性猴毛猩猩 住在印尼苏门达拉一处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先前发现 他的右脸眼睛下方有块明显的伤口 可能是跟其他猩猩打架留下的 但是接下来的发展 却让来自德国的研究人员大为吃惊 专家说 拉库斯用来咀嚼敷伤口的树叶来自甲黄疼 那是一种东南亚居民 会用来治疗疼痛肿胀的草药 没想到星星也懂得使用 而且从前后对比照片可以发现 拉库斯的伤口在两个月内并痊愈 没有出现感染现象 专家表示 过去曾有研究发现 人员会吞噬有药性的植物叶子 但是这次直接涂抹伤口的案例 倒是全球首见 不过目前只有单一个案 还需要有更多研究来佐证 研究人员接下来将更密切观察 其他红毛猩猩 是否会使用同样的医疗技巧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 红毛猩猩与人类有相近的基因 自我疗伤行为显示 两者之间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相似 在运动会当中观众亲自来看比赛 就是想要感受现场热血竞争的氛围 但是对视障和听障朋友来说 这些乐趣却是遥不可及 不过随着一些科技装备的研发 像是专属的语音转播 还有振动背心 都能够协助克服这个视力 和听力的障碍 让全场观众一起同乐 相关设备也将用在 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 球迷高声欢呼 卖力挥舞加油棒 对视力不变的米凯利来说 这些过去难以及时得知的 比赛现场状况 现在透过语音转播设备 已经可以跟其他观众同步感受 米凯利在四月底的法国杯篮球决赛 使用了语音转播设备 他不但可以听到球频播报 还有另一个声音 专门描述画面 让他即使看不见 也能得知场上发生什么事 而对听力不变的朋友 要感受赛事氛围 也不再困难 只要穿上这件震动背心 球在地板上弹跳 球员的脚步声 观众叫声等 都会转换成不同的震动方式 传递给听障朋友 这些设备先前已用在足球 网球和帕运会的比赛中 但还没在奥运中使用 相关协会希望奥会能普及这些设备 巴黎奥运和帕运组委会 则表示将在十三个设施 以及包括足球 田径 游泳等六项运动项目中 提供语音转播设备 给七十名视障观众使用 同时会寻求资金引进更多科技设备 让视力和听力不变人事 也有机会走出家中 到比赛现场享受观赛乐趣 公式新闻传令编译 现在赶快来揭晓今天新闻 猜猜看的答案 把镜头交给批帅 谢谢批帅的说明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闻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晚间六点半再会 明天晚间六点半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